三藩市華埠發生有人涉嫌撕走市參試候選人競選橫額的事件 競選第三區市參試的黎衛森Sharon Lai說 她的競選團隊在Washington及Grand街一個商戶外張貼的競選橫額 在Halloween凌晨時份被人撕走 警方找到案發經過的監控錄像 現在正在調查案件 黎衛森說對事件感到失望 中央警局的警察 他們的警員也很好 立刻幫我們找回他們的安全照片 看到那一晚偷走我們橫額的人士的樣子 他們遮了臉 遮了頭 但是我們很明顯看到有人刻意去拆了我們的Banner 對於這個事件 我就覺得 當然是失望了 因為我們美國的 即我們的系統 我們的選舉系統 就是需要這個公平和公正的 我們不應該有這類事情發生 因為我覺得這位人士 他就是直接去 其實是影響我們選舉的公平的制度 我們不應該有任何場 現在的公平我們跟大家去逛 那麼新一代的公平